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最左边的这一个是我们昨天试测的这个CC Cream 就是在自然光底下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手上稍微有一些偏黄 好 今天测试的是欧莱雅的这个Infallible Up to 24小时 Fresh Wear 我们来先来读一下Alta对这个产品的一个claim吧 就是说这个产品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coverage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说24小时 当然我们今天肯定不会擦24小时那么多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它是Medium to Full Coverage Beautiful 也就是说我今天可能试一下擦两层看看是不是从Medium到Full这种情况 然后它是有SPF SPF是25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如果做Flash的话 它会不会在脸上有一个Bounce Back 它有30个颜色 所以说从很低就是很浅到很深都有 所以是满足比较多色号的 然后最后它是说 Sweat Water and Transfer Resist 也就是说它应该是不会 我今天穿个白衣服 当然我不会用白衣服去测 我就用手来测一下 它是不是会在脸上Transfer这样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我今天买的这个色号呢是425 然后我当时是从罐子里比了一下 因为我看看这个颜色觉得它差不多 它我在Walmart的时候 发现它每个色号都非常相近 在罐子里非常难区分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就忙买 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个色号 最近我比较常用的Drugstore Foundation 就是前一阵子给大家做的实测的那个Catrice 那个当然它的色号比较少 然后在我脸上就比较淘紫色 然后我今天是在酒店 然后它的这个灯是那种白纸灯 所以我的脸就是有点偏就是黄中带绿 所以等一会给大家在自然光底下看一下这个颜色 在我脸上的呈现 所以我先挤一个Pump出来 OK 它的这个Consistency是非常Rowny的 然后在我手上来看的话它是还不错 就是色号没有想象的那么浅啊 OK 所以我今天就用这个Sigma的刹子擦右边 然后用我的美妆袋擦左边 它非常水 我一个Pump 我通常一个Pump就是会擦一整张脸 现在我整把一个Pump全部都放在半张脸上 不知道会不会太多 所以确实它是那种Medium Coverage 就是擦上去不会一下就啪在脸上 好 这是一层的效果 离远看 大家看我这个脸颊的这片红根本就没有遮掉 因为它有Claim是可以叠加的 所以我们再叠加一层看看这边的效果 我会变得很好 但是我就觉得有点 我是一个Full Pump用了整个半张脸 平常的话我一个Full Pump可以用整张脸 所以我不知道它用量可能会比较多 但整个妆效是属于 整个妆效是属于比较偏雾面的 就是它直接用手摸 整个就set了 就感觉你根本不太需要用粉状的产品来定妆这样 所以我另外一边用这个美妆蛋 因为它的那个质地比较水润 所以我不知道美妆蛋会不会吸走很多产品 我们等一下把它打湿之后再来看 另外一边我们使用这个打湿的美妆蛋 这个美妆蛋是Echo Tools的这个 之前我有同过一些 然后它还算比较便宜吧 看价里面比较好用的 因为它质地比较水润轻薄 然后是不太需要使劲按压的 就是轻轻的这样拍过去 就是可以把它拍得非常均匀 所以它延展性是非常高的 然后这样看下来两边的coverage差不多 但是明显 镜头里可能不太能看得出来 但是明显呢 通过就是肉眼在镜子里的话 用美妆蛋拍的这一边 它妆效比较自然 就是感觉就是没有在擦粉的感觉 那右边是稍微有丢丢粉感的 好 因为我要给大家看是不是可以叠加 所以我两边的第二边测试 全部用美妆蛋 因为我比较喜欢美妆蛋打出来的妆效 所以我不会整个脸都第二层 所以刚刚就是没太能就是 遮掉的这个脸颊上的这些泛红啊 包括的斑 我再打一边第二边 看看是不是能堆叠 包括眉头这个地方 下巴这里的这个 好 OK 这是第二边 第二边的话它是确实有遮盖力 就是可以叠加的 所以我脸上的斑已经大概率不见了 嗯 两边下来 也就是说我用美妆蛋擦两遍 不会觉得粉感稍微有点厚 但是用刷子擦的第一遍 然后美妆蛋铺的第二遍 就是鼻子周边的这个毛孔 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粉感的 它整个脸都已经就是摸起来 就已经全部都吸收了 所以根本不太需要用这个定妆粉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在自然光底下它的状像 先看一下就是在灯光底下 左边 有没有就是没有粉感很重 然后右边 它色号的话在灯光底下看起来还不错 那我们去自然光底下看一下 好 现在是面对窗户 今天的灯就是自然光稍微是有点暗阶 今天有点阴天在Vegas 所以这是左边 是右边 我个人感觉的话 我initial的application 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个粉底 那这样持妆下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我先把我其他的妆化好 然后看看其他产品在我脸上 是不是有一些就是pachi啊 或者是其他的表现 不过目前来看我非常喜欢 所以是现在是中午的12点14分 好了妆化完了 12点52然后化了妆 头发稍微捋了一下 然后我发现就是我在上妆的过程当中 所有的产品在我脸上都表现得非常好 没有说是结块 也没有说是就是 就是pachi在脸上 就是云不开的情况 但是稍稍有一丢丢干 对我来说 因为我现在在Vegas 然后本身这个 在酒店里面本身就有点干 所以这个粉底本身它又不是那种保湿型的 所以稍微在我脸上有一点点干 但是就是用肉眼是看不太出来的 平常我化完之后我喜欢擦 就是喷定妆喷雾 因为今天不想影响粉底的表现 所以我没有定妆也没有定妆喷雾 所以看看这个情况 是不是可以维持的更好一些 就是当你出去稍微出点汗啊 或者是脸上稍微出点油 是不是偏干的情况 就会变好 大家看一下我的额头 左边 右边 就整体的状况呢 我自己还是非常满意的 然后 稍微就是除了这干的问题以外 稍微就没有什么太多的 可以抗喷的地方 那这样给大家做一个flash test 然后我们就出门了 我被闪光闪呢 真的是就是整个眼都要瞎了 看一下 在闪光灯底下 我会把这个图片打在 我往上面往这边 我会把图片打在这儿的话 闪光灯底下 就是脖子和脸的色差没有很严重 然后bounce back没有很重 所以总体来说 我觉得它不错 就是它有一个防晒25系数 但是不会让你在闪光灯底下 看起来非常奇怪 所以我觉得 目前来看还不错 那我们现在就出门吧 稍微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vlog 然后大概四五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我们再做一次check in 现在几点了 现在几点了 先是六点二十六分 也就是这个粉底在我脸上擦了 大概是六个小时 然后我一路都有用镜子check in 在我脸上擦超漂亮的 真的它这个粉效真的是超级喜欢的 就是我今天中午擦完之后说有一点点干的问题 然后这个油脂分泌 就是脸上的油脂稍微分泌一下之后呢 就是整个妆效就特别好 就是完全没有脱妆 然后鼻子这里也没有卡粉和肌纹 就是分量好 六个小时的话非常好的状态 然后我的眼镜今天戴了一整天 然后眼镜这里稍微丢丢吸粉 但是没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直接拿手按掉之后就完全没有问题 给大家离经看一下 我注意到这里 一个新的痘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还是其他原因 但如果要是这个粉底让你起痘的话 估计满脸的其他地方可能也会起痘 也有可能说这个痘本来就是 虚实待发了吧 然后完全就是没有氧化 所以就是脸和脖子还是一样的颜色 所以现在在车上 所以这个灯就是阳光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 我们接下来再等到八个小时以后 我们再继续做下一步的check in 我们一会儿见 HELLO 大家好 我回来了 我现在是在酒店的白纸灯底下 我现在是晚上21点45 也就是晚上9点45分 这妆在我脸上吃了有9个多小时了 我做过那么多分底的实测 然后我手里本来就有一些我非常喜欢的 就是分底 这一颗 这一颗 这一罐 已经就是在一天实验以后 已经快速的登到了我的就是分底的前三名 我刚刚就这样抹过去啊 就完全没有脱粉 没有掉粉 我为什么抹没头 因为其他地方可能有些其他的产品 比如说眼下可能有些遮瑕 然后就是两架 可能一些腮红或者是修容 但是眉头上完全没有定妆 完全没有其他产品 所以它根本就没有transfer 再看一下嘴角嘴边上 使劲搓一搓还是 还是可以掉下来 但是就掉一点点 所以真的非常喜欢 那今天呢也没有出汗 所以我也不敢说它真的是不是就是 防水防汗 但是就不脱妆 然后这一点来讲我非常满意 然后我的毛孔 也是修饰的比较好 而且它没有产生就是 在毛孔里钻在 就是在毛孔里面 就是settle的那些问题 所以非常喜欢 完全没有脱妆 就是真的就是贴在脸上上 像你的皮肤一样 而且它跟我的皮肤的色号色差 真的是小很多 这瓶我不知道 我为什么现在才发现 就是其实这瓶当时 被Cathleen Light推的时候 我就想要买过 但是我一直迟迟没有下手 但是 I've been mixing you up man 这个真的是好 太好用了 而且这个颜色真的是 黄中片 绿中片 就反正就是非常非常合适 然后再离境看一下 就是眉毛中间 大家如果看我的实测 看过一阵子的朋友知道 我眉毛中间是有的问题 然后完全就是没有卡粉基线 也完全没有掉皮掉粉的情况 我已经完全就是没有话可说了 这真的是超好的一个粉底 而且它只要就是 11块钱 你在奥塔买要14块钱 这个比其他专柜的产品好太多 我现在就 哎呀 到底以前囤的那些专柜 到底是干嘛用的 这个我真的是 强推强推强推好吗 强推 就是 如果你能找到欧莱雅的话 那就请去买它 真的 我这是我的第一个欧莱雅的 就是 底妆产品 让我产生了非常多无限的遐想 它那么便宜 我其实可以 对不对 就是使很多钱啊 真的是要买它 嗯 这个我感觉就是 我以前会给大家说 啊 请去靠柜什么什么的 完全不用靠柜 就买吧 十几块钱 我觉得应该不会后悔 真的 嗯 我之后 再有什么其他的使用心得 再给大家做 啊 更新吧 就在那个评论 就是有评论区或者是资讯栏 比如说它和某一些 啊 就是 setting setting powder 或者setting spray 有什么有没有更好的组合 但我现在觉得它已经是很好的 没有什么再需要更好的地方了 那为一点点就是 刚刚擦上去有一点点过于干的那种 就是妆感 那如果喷上一些setting spray 是不是就是更加牛了呢 我在留言区给大家 我在评论区给大家做更新 好吧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个L'Oreal 欧莱雅这个粉底的实测了 Infallible 大家要看好 是这个铁瓶的 强推 真的是一个sumbbell 真的是 强推强推强推 那之前推的那些粉底 我好像都想把它撕掉 不推了 只推它 超喜欢的 好吧 如果大家对我今天的实测 有什么问题 疑问 或者是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在留言区评论 给我如果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的话 请麻烦点一个赞 转发 大家也不要忘记 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就为大家做更多更好的视频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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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